记者罗欣珍屏东报道,疑似和女友吵架,屏东科技大学一名男大生,涉嫌用脚踢死女友帮有人照顾的猫,在国外的猫主人岳阳报案,全案进入司法程序,凭县府农业处指出,该案设违反动物保护法,将等司法调查有结果后,依法裁罚,该案被人贴上脸书社团靠北平科大,引起网友议论。 屏东科技大学主名叶贵君说明,该案四竹已报警处理,待司法调查理清告一段落后,再决定是否召开学生将成委员会,依校规处分,警方已受立该案,内蒲警分局龙泉派出所指出,该指猫的主人是校外人士,因为出国,把猫为脱贫科大兽医戏章性女学生照顾。 本月,六月,三日女学生与桓公系里性男友吵架,立生一气之下涉嫌已叫踢猫,立成功称,不知猫有无疾病等问题,盼待兽医教学医院开具死亡证明后,再思考怎么和四竹和解。 校方也说明,猫被送到学校动物医院时,无生命争相,抢救仍不治,屏东县政府农业处说明,该案涉嫌违反动物保护法第六条,科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,并科20万元至200万元罚金,将在收到警方的通知后,约谈该名学生说明。 。